由於持續的乾漢天氣 西雅圖公共事業委員會下令要求 西雅圖地區150萬居民減少用水量 半星期四當地居民已被要求停止為草坪淋水 減少淋浴時間 只能使用全自動洗衣機和洗碗機 以及修復存在漏水的水管和水喉等 根據美國乾漢監測數據 目前該周近10%的地區處於極度乾漢狀態 43%的地區為嚴重乾漢 該委員會表示西雅圖地區天氣異常乾燥 預計秋季降雨將延遲到來 乾漢的情況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目前山區水庫的水位已低於平均水平 當地急需兌用水進行調整 該周對居民的節水要求將繼續執行 直到有足夠的降雨將山區水庫 武衝到高於平均水位之上 如果當地的刊情無得改善 該周將考慮實行強制溶水限制 天下維持記者編輯報導 至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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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至少